你什麼事 爸爸 玩遊戲嗎 給你動作給我嗎 全南韓民眾都在使用 通訊軟體CacaoTalk 南韓網路巨頭Cacao快速發展 從小小的通訊軟體 在十年間變成巨大的網路集團 線上服務包山包海 不只通訊軟體 同時橫跨支付 叫車 漫畫 娛樂等多元領域 也進軍金融市場 卡卡逐漸成為南韓人生活中 離不開的重要工具 市場逐漸擴大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財報 營業利潤甚至比前一年增長 百分之四十九 其中平台業務貢獻最大 卡卡子公司 卡卡佩佔穩南韓行動支付的領導地位 二零二一年 在首爾股市掛牌上市首日 翻漲超過一倍 投資人看好卡卡在網路 世代下的成長前景 疫情下民眾對線上服務的需求成長 加速了卡卡的擴張速度 子公司卡卡Bank純網路銀行 上市股價飆升將近百分之八十 沒有十幾門市 在手機上就能完成金融服務操作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 用戶數增加到超過一千八百萬人 營業利潤創新高達到八百八十四億韓元 比前一年同期增長超過六成 平台銷售額也達到兩百五十三億韓元 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長將近四成 財報表現亮眼瞬間超車南韓所有銀行 身為南韓金融APP的領域稱霸 卡卡Bank市值逐年飆升 甚至比母公司卡卡還要高 靠著網路新奇的卡卡前景備受看好 讓創辦人金飯豬打破三星帝國的財團壟斷 登上南韓首富的寶座 卡卡擴大各領域版圖 在南韓打造橫跨虛擬到實體 一條龍的生活圈 近新聞章圓網領期報導